第十题,是求2x-2x分之3整个5次方中,x向的系数 c5r,2x的5-r次方乘上-2x分之3整个的r次方 等于c5r,2的5-r次方乘上x的5-r次方 那把-2x分之3拆成-2分之3跟x分之1 因此-2分之3要r次方,x分之1也就是x的-1次方整个在r次方 即可将同类向合并,c5r,2的5-r次方乘上-2分之3的r次方 x底数都是x,相乘时指数相加,5-r再加-r 那这一题是要求x向的系数 也就是x的一次方,因此指数要相等 5-r-r就要等于1,因此求得r等于2 r求出来再带入前面,就可以将系数求得 r用2带入c5r,2的5-2次方再乘上-2分之3整个2次方 等于 c5r也就是5乘以4除以2接再乘上 2的3次方是8 负的平方是正的,2分之3的平方是4分之9 接着约分之后呢 系数为5乘以4乘以9等于180 要是4分之3的平方是4分之9的平方 在105的平方是4分之4的平方是5分之8的平方